一口麦辣 一脸爽辣 Q弹面包夹着酥脆腿排 广告拍得美味 但现实若是这样 你还敢吃吗 在中国居然连麦当劳都黑心 过期的肉重贴标签 自动延长赏味期限 继续送入客人口中 员工遭就习以为常 中国媒体记者卧底河南与山东 两家麦当劳门市 发现所谓食品安全 不过只是走个行事 还有面包放太久变僵尸 这个因为时间长了吗 对对对 今天上了一门 所以僵尸了 亲近员工发现异状 马上被老鸟阻止 嘴边 老鸟要走一窗 不只出售过期食品 连用两天的油已变成黑色 也迟迟不换 而中国麦当劳也并非 头一遭被抓包 今年初 湖南就有门市 疑似用消毒水空瓶装冰块 造成消费者食物中毒 损伤干涉 2021 2022年 中国麦当劳也先号因食安问题 闹上微博热搜 你是老板 你让他 那不是钱吗 都生意不都是人 如今食安丑闻连环爆出 官方13号发声明道歉 表示会严肃处理 违反标准的行为 但恐怕难以挽回消费者信任 中国黑心食品 连国际品牌也深陷风波 三里新闻六志宇报道